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场资深量价结构分析专家 精准的量价分析 扎实的基本面研究 带您解码主力动向 揭露股市天机 欢迎收听 股票会说话 轮援投顾104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06号 好 欢迎听到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 news9898新闻台 每天下午3点到4点的 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真温和大家 下午好 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股票会说话 一样邀请到轮援投顾的 杨天迪杨分析师 杨老师你好 齐真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老师以指数来讲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今天收盘下跌了4点 那么OTC指数的部分是小涨 那么在盘中的时候 却是好像有点恐慌的感觉 对不对 可是没想到 没有再急杀下去 好 因为呢 大概10点左右有急杀 对不对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因为国具 因为国具 国具那时候达到快跌停 真的哦 好 所以市场 就是龙头骨的表现 一定会影响到很多 好 那细节部分 待会就请教老师 好 那么我们在今天盘面上 其实除了看到这些 这个指数的一个结果之外 另外呢 谢谢老师 在Lite上面送给大家的新菜 今天他长停板了 因为他要跟金胖胖见面啊 谁 康普要跟金胖胖见面吗 康普普嘛 康普普要跟金胖胖见面 那是穿普普 是穿普普 曲弦音也可以啊 那希望他们呢 可以有好结果 继续长停板 总之呢 老师在Lite上面分享的 个股都是严选的 好个股哦 欢迎听众朋友还没有加入的话 可以把握啦 是免费的 好 那么今天盘面上 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观察 像是国具 是要从这边开始吗 大力光就放旁边去了吗 现在大家都看他 对 大家都在看国具 真的哦 因为被动元件 牵涉到的个股族群 好庞大哦 好 请教老师咯 对 因为川普普跟金胖胖 在新加坡要见面了 那终于见面了 那见面之后呢 会不会有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国际股市 其实是蛮保守的 好 你可以看到 南韩指数基本上是在盘下 所以我们台股也是 也是一直维持在盘下 那尾盘才带了一些 全子股把它拉上来 所以我想 美国股市也是一样啦 就杀尾盘 昨天晚上 本来涨得好好的 突然又杀下来 大家都比较谨慎一点 就是因为谁也不知道 一个老环癫 一个狂人 那两个会 基本上就是怕一些问题啦 所以我想 市场应该是要很谨慎 好 那 但是今天台股量很大耶 好像没那么谨慎哦 大家好像还蛮疯狂 那还好啦 有信心吗 对 还好啦 这个因为1796亿 1800亿 还并没有超过失控量 我们失控量的计算 我跟各位谈过啦 就是说 你要用20日均量的 1.25倍来算 所以20日均量在1518亿 1518亿 那1.25倍将近 接近1900亿 所以今天稍微量大一点 但并没有出现 所谓失控的状况 所以今天带出的下影线 也不错啦 是不是代表 短线上整理完成了 因为我们在盘中 一度跌到了 一度跌了60点 跌到11088 那就是跌破11100点 但收盘是收回去 所以还好 但是呢 为什么会跌 在10点到11点 那一段期间 那一个小时 真的是这个人间炼狱 为什么 因为在击杀 谁在击杀呢 2327的国具 一路一度击杀 接近跌停板 对 收盘有收回去啦 收跌了6% 但是呢 盘中 最低打到跌停 最低 对 有碰到跌停 有碰到跌停 昨天才不是说 小摩才调高 他的目标价 1650块嘛 对啊 还差很多呢 对啊 那为什么监会 打了跌停 原来这些王八蛋 全部都是口是心非 你知道昨天外资 老师讲两天 昨天就讲了 对啊 外资在之前 就卖了13000张 对啊 昨天小摩 调高国具的平等 这个目标价 好那做加码 上看1650元 1650块 结果 结果 卖超1198张 怎么会这么的叉叉叉 所以我才说 他什么马蛋嘛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 昨天跟你讲到 口是心非 有没有 这个骗子很多 这个尤其是 外资的诈数 这个我觉得 外资的诈数很厉害 但不管如何啦 大家都相信外资 对 但是有一个状况 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市场在传一个东西 就其实被动元件 好像没那么缺 真的吗 对市场已经在传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只要 你从下单到出货 一个月就可以拿到 好像比工具机或其他的快 对对不太可能嘛 那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市场在传 我不知道 它的真假 我不知道 但市场已经在传这个东西 是是是 所以它出现了一个大震荡 那当然我强调一点 就是你不要再问我 今天大震荡 我今天老师 我今天跑进去买 一个某某的被动元件 然后被它震荡套牢 我该怎么办 这个不用再问 这个再问 你叫打屁股 因为被动元件 我说三月份 我是三月份买被动元件 我是三月买被动元件 老师不建议追工 三月份买被动元件的时候 你在玩风车 对吧 你在玩风车嘛 你在玩风电概念股 现在谁跟你谈风车啊 好 台湾是这个台湾 夏天没有风 冬天风一大堆 台风呢 夏天台风又会来 那个都会吹断掉 那个风车的那个叶片 都会吹断掉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们花了两兆元 是要干嘛 好 这个是我第一个 我完全不知道 然后呢 第二个部分 它的电费又比较高 我们全部都给那个 外国去赚走 所以我觉得很无奈 很无奈 但是呢 你们必须要了解 现在还有人跟你谈风 这个怎么样去玩风车 你说我做的比你还厉害 你比较会坐风车 那三月份 我在买被动元件的时候 你在玩风车 三月份 我在买被动元件的时候 你在变矿工 你还记得 还有人跟你谈矿工概念股吗 比特币跌到六千美元了 已经跌破了损益两平点 还有人跟你谈这些吗 所以我常在讲 为什么那么多人 会卡死在高档 再好的股票也一样啊 我三月份跟你讲被动元件 当时我买华星客是88块 当时我买日电帽是什么 42块 当时我买奇力星叫98 虽然我奇力星卖早 但是你现在在问我 200块在问我奇力星 你觉得我会去买吗 当时我在买奇力星的时候 是98块 好吗 所以你不要再问我这些东西 因为真的 你还在问这些的代表 你根本就是市场的输家 我可以大胆的断定你就是输家 所以三月份买别动元件 没错 三月份你疯狂的去追挖矿概念股 你疯狂的去追风电概念股 然后呢 到了四月下旬 我在买MOSFIT 我在买莫斯菲 有没有 我还跟你讲 我在买莫斯菲 那时候还没涨 我买了只有一档 叫5299的捷利 当时的股价 最低是达到82 他从100块以下 100块达到82 好 那我最高 用我最高买的100块为例子 他这一次从84块起涨 今天的5299的捷利 再创历史天价 来到169块半 杰哥好强啊 你不要告诉我 你160块 169块 你买进去了 问我怎么办 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 该在低档布局的时候 你不愿意买 对吧 四月下旬 我再买这个MOSFIT 四月下旬到五月初的时候 我再买什么 我在买细晶圆 半导体 不是太阳能 我在买半导体细晶圆的时候 你在干嘛 对 你那时候追被动元件 还有赚头 因为后面还涨了一波 但是我已经开始 把我的方向 带我会员的方向 转到了半导体细晶圆 所以当时 我在买500块的环球金 虽然没什么涨 到今天又被他打回来 然后当时 我在买118块的台胜科 目前都进入在整理 但你回过头来想一件事情 车店的刘嘉玲 我是什么时候买进去的 是四月 五月 五月下旬 五月下旬 我在买刘嘉玲的时候 我在买曹伟的最爱的时候 4976的嘉玲 你那时候连看都不看 对 你还在我脸书上留言 老师 我还在脸书 都不动 对 我推了这只上去嘛 我在我的粉丝页有po上去 我po上去之后 有人就在那边留言 老师 怎么嘉玲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你都不管他 我可不可以告诉你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看未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 我可不可以告诉各位哦 我有一次股票 今天拉到涨停板 也在LINE上面推荐 有啊 就四月 康普 我记得 六月初推荐给你 我六月六号买 然后六月七号推荐给你 最近一次的新菜 对 最近的新菜 最近的就是洪海跟他 嗯 对 是四七三九的康普普 对 今天 掌停板 今天一天就赚了多少钱 没有没有没有 到昨天还在我的成本 我一百二十五块左右买的 我赚了一只掌停板 你是不是到今天才发现 康普普是对的 我不是早就告诉你 康普普要跟金胖胖见面吗 你没有说这句 没有啊 今天要见面 他今天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没有关联 他叫做电动车的正极材料 曾经有人问我说 老师 以前我做的时候 康普也买 美西马也买 为什么这次只买康普 我后来发现美西马 美西马会让我的心脏 比不跳 所以我只买 我可以评估的 所以我这次 各有选择 对 我觉得有些股票 比如说 加联益明明是很好的股票 我竟然做失败 失败还两次失败 那为什么会 加联益会失败 因为他基本上不太赚钱 所以干脆我会想想 那做我买的安心的股票嘛 所以为什么我可以买康普 因为今年预估康普不赚六块 赚六块 我给他二十倍 本一比在一百二 那一百二我买在一百二十五 基本上 他的一个波动 就是他的一个空间 没有差很远 那到今天来到一百三十八 我是不是就赚了十三块 是的 刚刚好好 一直停办 对吧 扎扎实实 一直停办 谢谢老师 我也推荐给你 有 我在LINE上面推荐 可是你都不相信我 有我也相信 谢谢 今天才相信 我要赚钱 前两天冲到一百三十一块 又杀回来 有人跟我讲 又怕怕了 又开始跟我讲 老师为什么康普上去 又杀下来 总是会震荡 我哪里知道 不可能天天一直涨 我哪里知道 他会上去又下来 就好像佳玲当时 在四十七块冲到五十块 再从五十块 杀回到这个四十八块 我哪里知道 他会这样做 听到没有 你一定要了解到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做股票的时候 你短线上面的冲来杀去 那个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能决定的是什么 我选的股票 到底未来有没有机会 他未来有没有前景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吗 是 所以同样的逻辑嘛 你现在不能再问我说 你套牢了这个 所谓的被动元件 该怎么办嘛 对吧 是不是 有些人已经开始在 怎么讲 有些人已经开始 人气在往外移了 你还卡在上面 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结构 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嘛 你在那边偷笑什么 没有 我想到你的康普普 所以你回头想一想 其实真的有时候 买股票买得早 我比较喜欢 让自己安心 让自己安心 只有一个方法 不管你股票 多好 你不要去追太高 在第一档去做布局 买得早 才是重要的 来得早 买得早 才是重要的 听到没有 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 对嘛 就像前两天 我去医院检查身体 哦 怎么了 你的那个手嘛 对 我去检查身体 那医生拿 没有 不是 我是检查那个 其他的 那医生拿我的报告单说 幸亏我来得早 我吓出一身冷汗了 幸亏我来得早 对啊 这样的开场很可怕 那我说 医生我发生什么事情了 医生不慌不忙的说 你再晚一点来 我就要下班了 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 被动元件是不是要下班了 有没有可能要下班了 不知道 就是可能 疲劳 疲劳工作了 如果MOSFI MOSFI或被动元件再涨多 以被动元件为主 如果被动元件涨了那么多之后 他要下班了 你才要过去 你会不会来不及 所以我常在讲说 其实真正做股票的方式很简单 很多人说 老师你通常很少去 去做一些股票的买卖 对 那我只要找到好的标的 我就低档布局 然后摆一阵子 对吧 4976的这个嘉宁 我是什么时候买的 我先告诉各位 我5月22号买的 5月下旬嘛 然后呢 冲上去杀回来 冲上去杀回来 所以这个这三天 连续三天三次涨停满 我买47 今天已经来64块半 对吧 你这样做 而不是后面去追 你才能够安全的获利嘛 买股票要让自己买的安心 买的安心才会抱着放心 因为当时我在选嘉宁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讲 为什么会选嘉宁 有都有说 讲得很清楚 因为刘嘉宁长得很漂亮 不是啊 我说嘉宁的这个 这个基本面很漂亮 没有 是曹伟的眼光好 就跟杨老师的眼光一样好 那嘉宁为什么那么凶悍 算很凶悍啊 是 对啊 三天三次提满 是啊 刘嘉宁本来就很凶悍 你不觉得梁朝伟都默默 站在旁边吗 对吧 还好我是金城武 不是梁朝伟 所以基本上你就会知道 嘉宁为什么那么凶悍 其实我在买嘉宁的时候 我分析过 因为我比较偏短线 这支股票 老实说 因为它比较偏概念 所以呢 那么 但是呢 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算我偏短线操作的股票 我也要看看你未来有没有机会啊 所以我抓了两个重点 才会去买它嘛 第一个 它进入这个产业 已经进入了八年了 今年第八年 而且呢 它已经很多的产品通过了 国际车厂的一个认证 这个认证需要漫长的时间 所以八年的时间 让它通过认证很合理 那这个是必要条件 我跟各位谈过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看它的订单能见度 看到2020年 什么叫订单能见度 代表说 它通过认证之后 已经有车厂跟它下订单嘛 所以你看到 它的五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意外 就不意外 你看我买一档个股 五月二十二号买进的加龄 我都用了这么高纲 这个高纲的方式去选股 才能够赚钱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听到没有 你们是怎么做 你们想过怎么做 才能让自己赚钱 很简单嘛 你在选择一档个股之前 不是简单的技术分析 底部起涨第一根 那为什么我的底部起涨 第一根之后 就会有两根三根的涨停满上来 是因为我从基本面的角度 去思考的一个逻辑 如果今天所有的股票 技术面 底部起涨第一根 你只要买一个软体 把它蹦蹦出来 我告诉你很多发这个所谓底部起涨的第一根的股票一大堆会跑出来 哪一支是对的 就要每一支都买一大 底部起涨第一根之后你要来追第二根哦 你敢去追第二根的逻辑在哪里 一定是它的基本面嘛 但是如果你能够先从基本面的角度 把股票挑出来 然后做预测未来它的发展 我买什么 我跟你讲 我跟各位谈过 我是爱买什么 买车电嘛 我买嘉宁是买车用的镜头 我买康普是买这个康普的正极材料 电动车的正极材料 它是三元电池 好 孤涅蒙 三元电池 那其中它以涅最大 康普以涅比较大 然后那个美其玛以沽比较大 好 你一定要了解到这个概念 就等于说 我们在做一档个股之前 我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功课 所以我有个研究团队嘛 是 团队的重要性你就要知道 有上次有说 对 我上次不是跟你讲那个 这个我的同事的老板被歹徒抓到吗 团队的重要性嘛 集资嘛 集资嘛 大家在集汽油 好的 让它去烧 没有啦 所以我常在讲说 其实你如果真的 真的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知道 其实要在股市当中要赚钱 不是这么容易 你不要以为很容易 好像每个人讲的 我今天买什么涨上去 然后把它卖掉 换下一支再买 我告诉各位 这种做法已经落伍了 已经落伍了可以吗 因为它不可能让你在股市当中赚大钱 你最多就是你很厉害在赚小钱 对 但是你大多数的时间 你要决定你要不要卖掉它 就好像当嘉宁拉上来之后 三支停板 有人今天涨停板 它的涨停板是盘中一度击杀 跌掉了这个就是 就是从涨停板变成只涨5% 你就要决定要留它 还是不留它嘛 老师你就是坚持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 我手脚比较慢 我要稍微再看一下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我其实我这样讲 其实我这样讲 代表我的买的成本是很低 对啊 如果你是买在60块的 我问你 吓坏了 你买在60 假设你买在60块好了 你今天一开盘就继续买 买了60块 冲到涨停板64块半 然后盘中打到61块多 你要不要停利 对 就是大考验了 对 你要不要停利 我问了三次 要不要停利 想看看要听个朋友 对 因为盘中真的是很快的 对 你以为有那么好做嘛 所以我常在讲说 很多人在做股票 以为好像这支股票 涨上来很厉害 我真的是最近才碰到 我的股票会涨停板 以前都是长线 在那边慢慢走 我觉得老师 今年以来 涨停板的超多的 在去年以前还没那么多 对 去年是下半年 开始国剧啊 华兴科跟那个 和声堂 我记得同一天涨停 之后开始 带动了老师的发发发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5299节里 七天六次涨停 那个真的也出货意料之外 你要怎么追啊 你要怎么追 选得好 然后嘉宁三天三次涨停板 眼光好 对 然后康普今天拉第一支 我不知道他明天 会不会再拉第二支 其实我们并不在意 他涨不涨停 我在意的是 我在做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买在正确的方向 我看好的方向 很简单 现在新机员在整理 没有错 我同意 我的台胜科 环球晶 合金 合金今天重新高 之后压回来 那都在整理 那整理的过程当中 那现阶段 我就看台胜科 下半年我看台胜科 跟环球晶 他后面的所谓的一个 12寸厂的涨价 12寸的一个细晶圆 有没有涨价的一个空间 那如果有 那是不是又开始出现 所谓的一个 往上走高的概念 我想不管怎么做 我强调一点 怎么样让自己 能够安心下来 最重要关键点是 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加入我的LINE 群组 你看看好不好 6月7号就推荐给你 康普普 今天康普普就涨停板了 好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加入我的LINE 是一个方式 或者你就直接 跟我来操作就行了 好谢谢老师 那么真的老师 在讲产业的部分 以前特别是像我 女生 我不知道其他女生 怎么样 以我来讲 我就会觉得 好有距离感 可是现在又 越听越有趣 那么在操作的时候 加入了产业的观察 真的也让我们 可以买在相对好的位置 而且比较有信心 那当然产业的东西 也是会变化的 老师还有老师团队 都一路的追踪 所以我们节目 一定要持续听 那当然老师的LINE 还有老师资面的服务 如果听众朋友兴趣 也欢迎 好好的把握了 时间关系 今天进行到这里 感谢留言投顾 杨天迪 杨老师分享 谢谢您 谢谢其中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认同杨天迪老师的操作 或者是想要进行沟通 欢迎您来电咨询哦 工商服务的电话是 0223219933 0223219933 而老师的U直LINE 欢迎听众朋友 直接搜寻加入 也欢迎推荐给其他的 投资的好朋友们哦 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投资理财王 第二个单元哦 股市战将邀请到的是 市场当中的资深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嗨 齐真好 大家好 我是林何彦 老师每天呢我在讲说 市场当中的资深分析师的时候 我就想到啊 真的有很多的人哦 看着老师的节目长大 我认识很多的操盘人 他们都说哦 林何彦老师 很资深了 对啊 然后真的在市场当中 可以屹立不摇哦 我觉得一定是有好几把刷子哦 其实老师看到了 股市的涨涨跌跌这样子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波动 老师现在的操作方法 一定跟之前不一样 对不对 老师经过了多少的一个演练 变成现在这样的操作法呢 就是选择底部的机油股 然后呢这样子大波段的 好好的来赚这样子 底部很安全又很棒的股票呢 好的 没有那么夸张 先聊一下 这样说起来好像我七八十岁 没有 很早住到了 因为在股票市场上面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 像这种比较专业的 大部分都属于比较年轻化 所以在操盘人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属于三四十岁 比较年轻辈的 那我们在这个市场时间是比较久 我在股票市场已经三十年了 我光是在投股市场 我民国八三年进投股 那八三年进投股带会员到现在 光是在投股带会员 就二十四年的时间 所以在还没有第四台的时候 我就在报纸上面写专栏 收会员 那直到有了第四台 我们就在电视上做分析 那最近这三四年的时间 又增加到在广播 在广播跟网路上面 跟大家畅谈我个人对股市的看法 所以很多人对我都印象很深 因为毕竟这个市场淘汰率很高 如果说你说的跟做的是不一样的 说一套做一套 那到最后一定会被跨不跨跨 那慢慢的就被市场给淘汰掉 毕竟这个市场是比较现实的 你言行没有办法如一的时候 那早晚就是会离开市场 所以早期我们一起同事的一些好朋友 其实很多都已经退休了 有的是退休 退休是比较好啦 那有些是被淘汰掉 那也蛮可惜的 那能够在这个市场上面 二十四年时间来为大家服务 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在二十四年的一个带会员过程当中 我是一直在调整 那调整是一种进化 你要进化到让跟你一起投资的投资人 能够越来越稳 路走得更远 那我相信 我说过 人在钱在市场在 你不怕没机会 最怕的是市场永远都在 可是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反而没钱了 这才是最遗憾的 所以务必要有把握才出手 我知道很多人 可能比较冲动型啦 可能也是求好心切 只要看到涨停就想追 那当然 每天手中涨停板的股票 那是很正常嘛 你只要看到涨停 那叫会员去买 那就是涨停板了嘛 那其实那也没什么 很多股票今天涨停明天就下来了 你逞一十之快 没有用的 最后赚赔才是最重要的 是是是是 那如果我的分析方法你们能够接受 那也希望长期能够继续听我们的节目 那林特彦会尽全力的 把我自己的研究呈现给大家 希望能够帮大家在投资的路上 能够越走越顺 越赚越多 好的 好 今天台北股市收盘小跌四点 四点是不多 可是一开盘那一副那种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种态势 好像一副 好像一副要狂跌那种样子 一下子跌了六十点 可是低档还是有买盘 又把它推了上来 今天指数波动是不大 可是个股就差很多了 你知道今天跌四点 其实我问你们 好 你知道今天跌最重的上市柜 一千六百家 跌最重是哪一家知不知道 最重吗 跌幅最大的 不知道 二三二七的国具 想象不到 想象不到 最近利多那么多 国具还一度跌到九点五趴 收盘跌了大概七趴 今天上市柜跌幅盘 第一名国具 所以今天没有跌停版的 今天没有一档跌停版的股票 可是今天却有46家涨停版的哦 那你看昨天国具还特别开了线上法说会 老板信誓旦旦的利多越讲越多 甚至于说不排除每个月 每个月哦 EPS都能够赚七块多 结果今天反而一开盘就杀盘了 所以可见得很多法人主力利用利多来做出货的动作 这就是我经常告诉你们的 涨高其实都是风险 涨高都很危险 所以我不喜欢最高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当行情涨高之后 有时候利多一出来 会让很多人冲动想要买股票 可是这个时候反而 主力法人是最好出手的时候 因为你要想 你个人买的量是有限的 好 几十张 了不起让你几百张 对不对 可是主力法人他们进一档个股 他在控盘的时候 有点这一支股票 不然都滚了千张 几万张在的 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够顺利出拓 当然就是利用有利多 散户有那种很想买的欲望的时候 他才脱得掉 都给我们 对 所以涨高时候的利多 反而你要特别小心 听看听 这都是比较危险的 好 昨天美国股市是小涨 稻穷昨天是涨五点 昨天欧洲股市也是上涨的 那今天整个亚洲股市 也都是上涨 那我昨天跟大家谈过 上个礼拜是商业盘 因为有很多的展览 不管是生技展 或者是苹果的开发者大会 还有最热热闹闹的 台北国际电脑展 那这个礼拜全部都是政治盘 因为这个礼拜都是政治话题 那今天是川津会 是的 在新加坡举行 昨天晚上金正恩睡不着觉 不知道是因为紧张 还是真的兴致很高 所以晚上还特别 带着一大堆保镖人员 随从人员 去逛新加坡的 应该讲说夜景 去逛新加坡的夜景 应该也是趁机旅游一下吧 也或许是 他们难得出来 毕竟整个感觉那种势容不一样 今天两个四仇要坐下来谈 我觉得四仇是谈不出什么所以然 可是毕竟大家还是抱以正面的 因为既然是四仇愿意坐下来 有对话 那就不容易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牙骨涨也不是没道理的 可是如果个人觉得谈不出所以然 因为昨天大陆已经放话了 没有中国的牵制 一切都不算数 所以今天应该是谈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没关系 那明天礼拜三 有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这会讨论到美国会不会升息 礼拜四 欧洲央行的利率会议 会讨论QE会不会退场 那礼拜五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这礼拜最重要是拜五一天 那礼拜的重头戏在于 川普会不会宣布500亿商品 25%的关税内容 这个才是全世界 股市真正的敏感神经 这个你务必要注意 这个就重头戏了 那这礼拜还有一个比较活泼的话题 就是礼拜四的氏族赛 俄罗斯的氏族赛开幕 时间从6月14日到7月15日 很热闹的一个比赛 氏族赛概念股要注意 有些已经涨一大坡的 有些还没有动的 那涨一大坡的 那个再说就没意义 那还没有动的 你就要特别注意 那我连续几天来 我特别把美国股市一些 跟氏族赛有相关的商品 跟个股涨幅 都跟大家报告过了 有谁会被带动 最近就要开始留意了 好 昨天台北股市有65家涨停板 今天有46家涨停板 涨停板加速都还蛮多的 有那种百发其放的味道 什么关系 怎么会那么热闹呢 因为五月营收的效应 这次五月营收 有108家创历史新高 一反了长期以来的 五穷六绝的 大家那种想法 没想到五月份竟然是 创下历年来 听清楚哦 历年来业绩最好的五月份 想像不到哦 五月份上市贵的总营收 2.79兆 比去年成长14.4% 那比四月份还成长了6.5% 所以可见得传统五月份的淡季来临 今年度到现在似乎没有看到 反正还比四月份来得更好 那五月份前五个月 今年前五个月 上市贵的营收 13兆2700亿 也比去年成长了9.6% 这是很好的成绩 那国家有那么好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那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努力 那么我们在股票市场的人 买鸡鱼哦 因为股市它是经济的橱窗 经济有那么好的表现 我们高级不能输人的 可是我看今天成交量 还不错啦 1700亿 有进步 有进步 可是还不够 依照历年我的经验 股票市场只要9000点以上 起码都要2000亿 2500亿 现在都已经占上了1万1000点了 这种1700亿其实是还不够的 可见得很多人还是小声怕怕 有时候胆子放大一点嘛 你如果胆子不够大 那么很多机会来 你是很容易错过的 那就很可惜了 好 可是这两天 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业绩很差的 可是也跟着一起涨停板 这有多少 这个叫云木混珠啦 你看很多是因为业绩好 营收发布 然后利用那个机会拉上来 可是很多那种投机的亏损的 价格很便宜的 也趁着你在做浑水摸鱼 所以在选股上面你要小心 那种业绩很烂的 你不要单纯看表面涨停板 你会倒露不露 所以在选股上面 还是要找基本面好的公司 这样买起来才会有保障 尤其是尽量业绩很好 股价偏低 在底部没比低的 那那个最好 那个更安全 因为毕竟指数来到这里 不算低了 那指数既然不算低的时候 在选股上安全性的考量 是很重要的 那更重要的是 该卖的股票 该买的你会想买啦 股票很多人都会有练股情节 股票买的就不甘买 这个也舍不得 那个也舍不得 吃这个也养 吃那个也养 特别是赔的 更舍不得 有时候操作股票 你心要狠 这个狠字很重要 比如说你买进的时候 你要狠一点 好的机会 你要能够大胆买多一点 那该卖的时候 心要一狠 不要怕卖了 卖非 这样就不好 所以该卖你要舍得卖 你看最近很多业绩好的股票 当地都发布之后 顺制就下来了 那你如果错失了 卖出了时机点 就很可惜啦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个VIP会员 他GIS 6456GIS 他买的175块 我就要买175的 前两天 最高涨到227 我叫他225卖掉 你知道买多少张你知道吗 他买160张 160张 他资金部位是还蛮大的 你知道从175到225 1张5万块 160张 8百万 赚800万 但我要提的不是要赚多少 我要提的是 他225就要卖掉 如果不卖的话 今天剩下210 210 1张差 155 160张 差多少 差了240万 如果舍不得卖 光这两天下来 都差240万 另外他还有买美绿 美绿我教他160元卖 他美绿也买了100张 你看他如果舍不得卖 今天美绿收盘 剩下153 1张差7千 100张差多少 差70万 所以股票该卖 你要舍得卖 你看我这两天 有些涨高上来的个股 我都开始回收资金 你看我昨天 也公开跟大家讲 我卖剑桥 昨天也卖精力 我们今天一开盘 也趁机会卖润态拳 卖得很漂亮喔 我们今天一卖完64之后 跌到剩62块钱 所以有时候建好 该收要收 我说过6月份 我们有全新的规划 全新的安排 那你没有跟上脚步的 你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点 我们有端午节的特别活动 5加5大于10 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到底来探紧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听众朋友 想要把握老师 这边的优惠的话 端午节 5加5大于10喔 还会加送 在6月底的 老师的所有的实战课程 欢迎来点咨询 02239 239 888 02239 239 888喔 好 欢迎听众朋友 再回来咯 上半阶段老师呢 有借过今天的盘面的一些观察 跟大家来做分享之外 老师呢 还有跟我们提醒 就是说 股票的操作 有时候呢 要快很准喔 而且呢 好的股票呢 该获利的时候 一定要获利喔 因为这样子会差很大喔 好 如果不知道 如何来进出的话了 特别是在卖股票的部分 真的是师傅喔 那欢迎再持续锁定 或者是老师这边呢 跟他连恰了 好 那么老师 刚刚听起来喔 就是从昨天还有今天 老师都有一些个股 在获利调节 是不是老师 准备绿绿的减码吗 或者是 接下来准备 要换新的个股吗 请教老师 好的 投资是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啊 因为每一段时间 会有不同的主题 跟内容 那你要有收的动作 你才能够做 下一步的重新安排 你看之前 在4月26号的时候 大家全市场一片看坏之中 因为当时 美中的贸易问题 股价跌到 10,500点 我在4月26号 做 特别提供给大家 一份时间密码表 跟大家预告 马上就会涨 年限一定会熟 是不是熟住了 从10,500点 年限熟住 涨到 1,250点 起700几点起来 那其实 如果说 以时间的角度来算的话 在上个礼拜四 是涨到第25天 上个礼拜四 是涨第25天 所以礼拜五 马上一根长黑棒 跌了128点 收盘跌了95点 我在说什么 知不知道 听得懂吗 这个就是时间密码 到底25天 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力 这个我在6月底的时候 有全套时间密码的课程 我会教你们 各式时间密码的计算 想要学的 你可以报名来学 当然最聪明的方法 我们现在有端午节的活动 5加5大于10 把全套课程一起带回家 我希望你们在跟铃和宴 做合作的过程当中 你要了解 我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当你知道我在想什么的时候 那我们合作配合的步伐上 就能够一起走 跟得更密切 而且你会更放心 更大胆的投入 这样效果一定会来得更好 所以5加5大于10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 以前我全套课程在上 全套45,000 我这次让你一起免费带回家 其实是很好的机会点 6月底开课 6月底开课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25到底是怎么样的效果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重点 上礼拜是长到第25天 所以这些拜全部都是政治性的议题 爱税里有 所以有时候建好收 你看我从4月底一路买上来股票 其实效果都不错 举一指 从65买的涨到84 30% 经历 19块钱买的涨到25.8 这两天涨到26.8 已经到40%了 我昨天经历获利了结 你看我一获利了结之后 今天就掉下来了 一个月赚40%也不错啦 不要舍不得卖嘛 对不对 不要怕卖飞嘛 卖了之后 如果它真的飞了 那别只股票继续赚就好啦 是不是 不要舍不得 涛地也有20% 从99涨到120 长虹 从70涨到100也42% 润泰权 2915润泰权 我们过来四块没的 今天一开盘之后我通知 64块钱出清 也真漂亮啊 从54块钱到64块钱 一张一万块 没的10张就10万块啊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一卖出之后 我相信市场应该 大家知道 铃和宴我们会员出了 所以跟着很多卖啊 跟着出来 今天跌到62块 所以汇进汇出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接下来我要布局的方向 我刚跟大家讲过 每段时间又每段时间 不同的一个话题 市竹赛要开始打打打 市竹赛会带动哪些个股 很多跟运动相关商品的股票 比如说1402 远东新 这运动一的也大涨一波了 1409 新铅 最近外局一直在买 从9块钱涨到12.6 如虹 最近也大涨了一波 那有些还没有涨的啊 起来你就不要堆了嘛 要不然起来就要注意嘛 我这两天特别跟大家提醒 9904的宝城 宝城长了一天之后 这两天在这里鬼混 鬼混是给你机会 因为最近传出来越南那边 可能有一些在示威 因为政府宣布一些政策 老百姓不大认同 所以有一些可能在抗争的事情 可是这个跟营运是没有关系的 你看五月营收又创历史新高 在市竹赛要开T 他宣布五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股价在市年的底部啊 你要去找这种股票 尤其当五月营收都发布出来之后 我刚跟大家讲过 108家营收创历史新高 里面有很多是还没有涨的 你要去找那些标的 找那些底部的机油股 你看昨天2344的华邦店 昨天公司开法说会 因为股东会的同时 那一起有记者 那他也发布办法说会 公司说看好未来十年低润的市场 所以准备要再盖一座12寸厂 那同时现有的12寸厂 设备还要再增加 但是他老板说一句话 比上法人讲再多 都还有有效 今天华邦店马上盘中大涨6% 你看华邦店 我们在17块8买之后 跟大家追踪多久了 但华邦店的业绩 国际还是没有南亚科来得好 南亚科是连续两个月创历史新高 我连续两天也跟大家讲过 国际同价即将创四年高点 所以我特别提醒你 哪一支股票要注意 8358金鞠 你看今天金鞠冲上来了 金鞠昨天已经涨了2% 今天金鞠盘中一度大涨5% 昨天成交量3500张 今天成交量已经逼到12500张 整整增加了4倍出来 所以有时候在股票市场上面 嗅觉要灵敏 嗅觉要灵敏 还有很多底部刚要起涨的个股 我在节目里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一档一档来跟大家做报告 你可以利用我们端午节 5加5大于10的活动 把全套技术分析课程 这30年实战的经验 一并带回家 那跟着联业一起 我们重新来布局 全新的奇涨股 好 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好 如果对于老师谈到的内容 任何疑问 欢迎来电咨询 或者是持续的再锁定 时间关系 感谢华信头顾 林和彦总顾文分享了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听众朋友 针对于老师谈到的个股 有任何疑问 欢迎来电咨询 而现阶段端午节 有5加5大于10的优惠专案内容 欢迎听众朋友来电了解 同时呢 透过了这个活动呢 也可以参加老师6月底的 全套的技术分析的特程 包括了时间密码哦 老师说 之前上课都很贵的哦 所以大家好好把握 02-239-239-88 239-239-88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